上回是我吃了一个1500的餐 然后很多粉丝朋友看完说要看这个五十二百八三百八的餐 所以我们今天中午就点这个二百八的看有什么内容 这个是三百八的 我们点一个二百八的餐点一个三百八的餐 好吗我是二百八的这位先生要三百八的 这位小伙伴是小谷跟我一起探店吃饭十多年的小伙伴 也是我烘焙路上的粮食益友我非常崇拜小谷 他现在开家烘焙工作室叫友园烘焙 在什么石榴中心 对石榴店在石榴中心 然后有家网店你的网店名字太难记了 反正进去股市蛋糕就可以了 我经常人家问我收不到我经常给人回复手动回复好多次 股市蛋糕收不到的话保险一点得空格 友园烘焙 小谷是我见过最有烘焙天赋的朋友 我觉得他做的很多蛋糕甜品 比很多北京五星级 不是比很多北京 是比北京五星级的酒店饼房做的多好 尤其黑森林蛋糕 今天他给我带了一款巴斯克 哇 好焦啊 一打开闻到一股焦香 他这个特点就是要烤的够乎 对 季节性 前菜 两点 这个罗 金枪鱼 牛油果 下面 不知道是什么 山药泥 对 我这个就是 跟红豆 果然100块钱的差距啊 这罗挺爽的 很爽 鲜甜 怎么样 还可以 它是新鲜度还挺浪的 而且水是中感 中感你都吃得出来 看一看 因为我不是 我是不喜欢吃那个 就是吃生那个血酸味 我觉得它那酸味反正我不太喜欢 但是中男大男还都不喜欢 中男性感比较高 因为它没有那么大男那么贵 而且大男吃一两片已经太腻了 就跟那个和牛一样 对 小谷特别会品美食 特别是北京的美食 特别懂 就拆开包装的那种蜜红豆 对 就是店鱼 他们那里边都是店鱼黑洞 我曾经都是有一款卡巴达 就是还想用这个 用黑豆加松枝 做一种黑豆松枝 这想办法就是用这种黑豆 就是煮好的这种蜜豆 就黑豆不是红豆 对 越吃越饿 就是一个好钱财 对 开胃 两个沙拉一样的牛肉果沙拉 菜给的真多 所以周围上班的人来吃个午餐是能饱 对啊 我稍微来着吃 主厨说啊 这个便宜的套餐是为周围的上班族准备的 周围的上班族真的是有钱吃这个的 周围好多大银行啊 大投行啊 沙拉没有什么说的 就吃草 牛肉果可以再熟一点 接下来是刺身季节性鱼生五种 两个套餐都一样的 最边上这个是那个西西兰的帝王鲑鱼斧 嗯 然后中间这个红色的呢 它是金枪鱼的背部 就是刺身鱼尾之瘦的 然后最边上这个给你放的是那个日本空运的那个金木雕 地级金木雕 然后它油脂比较丰厚 它比普通的金木雕要口感细腻 油脂丰厚 然后边上是这个日本的大猪家 大猪家鱼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活的扇贝 那个鲜山葵是线磨的 可以稍微放到鱼片上 然后再下面油 好谢谢 谢谢 那目前来说这二百八三百八就差前开胃菜 开胃菜有一个 我那有一个什么 有一个那个金枪鱼开胆 嗯 我先吃一个地金木雕 品质没有缩水 跟之前吃的一千五的品质一样 这大猪鱼好肥啊 你蘸这个酱油酱油都泛起了油花 而且一般日料这种白顺鱼它都切薄切 嗯 原来不是这种特别肥的它不会这种切的这么厚 不肥的话它就切薄一点吃 口感 口感 热盆井后来新开有去吃吗 有 我经常我点外卖 你以前有推过吗 我觉得还是以前一样 是吗 回头给你吃热盆井 因为前阵也是 有个百万级的UP主去探了热盆井 还吐槽的挺厉害的 热盆井其实是这样 就是你如果说它以前没去过 你就按朝圣川菜那种去 那的确是一文不值 它其实就是家常川菜 就是你不能说按这个给不上东西 你最爱是它干烧鱼 它干烧鱼里放青椒 是吧好多肉末 它也不是使那块肉丁 不要以为干烧鱼烧出那种全是油的那种 但是它就是好吃比较下饭 我一般都是拿那个 为什么点败卖 都是点一个干烧鱼 点一个酸姜豆排骨 把酸姜豆和里头那些扫子肉末之类拌一起 然后留着下饭吃 听完我都不想吃热料了 想赶紧吃热盆井 但是你要说 标准川菜干烧的方法里面说 那的确什么都不是 是吧 红油也不够多 然后它里头 但是味道它还是挺香的 但是它用它首先 它跟一般川菜不一样 它用芽菜 芽菜这种墨青椒冬笋 还有点香菇丁好像 宽花一炒都浇在那个鱼身上 这就是加成本菜 热盆井 我们是很有感情的 十来年前我们就去吃 回头我们去 摊摊店 刚才的 扇贝很甜 我准备 我看着就不错 应该留的总有吃过 它给的就是小一点 小半粒 不像 估计是一个吧 一个 嗯 如果是一鲜五的 它是给一整个 赤鲜是有点酸的 但是 有人就喜欢吃赤鲜肉酸 对 赤鲜油脂还挺丰富的 你多个点山葵 就能中和它那个酸的味道 三文很肥啊 对于佛就是三道肥 他们家这个 这个给刺身的小品牌 感觉就是让你过瘾 每块都切的这么好 全是厚切 对 过瘾 并且调起你想吃刺身的瘾 让你想哇 是想再点一份 或者下回来 直接吃它更贵的餐 好吃的 280吃到这个真的值了 接下来是个海鲜鸡蛋羹 你的也是鸡蛋羹 我们是提前订了位置的 所以有包间 可以做包间也可以做吧台 海鲜鸡蛋羹 这个也是两个套餐都一样的 看起来有虾肉 有一个块香菇秋葵 加点柚子胡椒 它不是一个臭货的蛋羹 真是做的不错 下面有一块心蛮 对 有一块鱼肉 有白果 两块鱼肉 一块三文鱼肉 一块像是地筋木条 可能都是切下来一种 变脚的 这个的话是一个龙胆的热菜 然后它里边是铁板的三斤 然后上面配的是一点葱花 然后还有一些蒜片 然后可以吃的时候 配着一起吃就可以了 OK 好 这个是二百八的套餐的 然后这个的话是一个寿司套餐的热菜 然后它是一个日式红烧的一个鱼鱼 这个也是口感会比较甜一点 然后可以直接吃 好 谢谢 所以觉得差距不是很大 爱吃肉的觉得这个好 对 我一夹这个蒜就已经脆掉了 断掉了 很嫩 油脂丰富 嗯 很少吃过三斤 烤的这么嫩的 三斤是最迷惑的一个部位 因为它名字太多了 它又叫三斤又叫板剑 又叫牡蛎肉 就是这个部位 三斤呢 它中间是有一条筋的 然后切割之前它上下也是有筋的 但你切割把上下的筋也切掉了 所以虽然叫三斤 但其实看到只有一条筋 也叫板剑 五粒肉就这块肉 嗯 没吃过这么嫩的 吃下小谷的蝶鱼 哇 就这道来说我承认吃280的 蝶鱼也很好吃 只是满足感 不如吃这么肥美的牛肉 带来的满足感 这个的话是一个铁板的和牛炒饭 它是拿那个A5西冷的这个煸焦料 然后做成了牛肉酱 然后炒的一个炒饭 然后上面放的葱花呢是为了解腻 嗯好谢谢你 这个是我280的套餐里边的主食和牛炒饭 他们很贴心的分了两碗 一会寿司会给我分一碗吗 我给我分一份吗 不知道寿司肯定不会给我分 真的闻起来有和牛的香味 和牛脂肪的香气 还放不少青蒜 嗯 它挺香的 饭也炒得很爽 一人套餐的话人家也可以 这两碗能满满的一碗满 对啊 没怎么吃到和牛肉 但是真的是很好吃的和牛炒饭 这饭好吃到我都有点恨忽远给你分一半了 分你两碗寿司 碗底有只小猫鱼 然后这边是给您上了六碗寿司 然后一种细卷 然后一会儿的话还有一个整条的杏鰻鱼 现在在煮 给您介绍一下 然后边上最边上的这个是金销鱼的屈身 然后它是就是芥末已经是已经放到里面了 然后这个是日本的大猪家 还有报考过的帝王鲑鱼腑 和报考的青花鱼 然后上边有放那个姜泥还有葱 因为它这个鱼的话就是比较鲜 所以它会用这些东西来稍微压一压它的鲜味 因为有的客人他会接受不了 然后这个是油墨鱼 然后它上面上过酱汁和放的那个是酥子叶的碎 对 然后最边上这个是皮皮虾 皮皮虾的话我们选的是就是它肚子里边的膏会比较多 然后您一会吃到那个硬硬的东西 那个是虾膏 嗯 这个不是所料 哈哈 不是所料 然后最边上的那个是金锅鱼泥的细菌 然后里边有放那个紫苏 然后还有稍微有一点点葱 然后直接吃就可以了 然后这里边的话是这个和这个不用蘸酱油 然后其他的话都是可以蘸酱油吃的 好谢谢你 好你不吃刺身 我吃刺身 我再吃一个烤的青花就行 我吃两关就行 小卷 对小卷我吃一个 刺身 前面四碗跟寿司有这三碗四碗有两个寿司 跟那个刺身是一样的品牌 嗯 对 我比较选勇 跟在寿司才吃到的水准一样的 是一个炙烤的青花 它很对它配了葱 配了姜泥 对 压一下的腥味 对因为银鲜鱼是山葵会放大银鲜鱼的心的 所以它要放葱是对的 280的都很值380也很值 如果是280的牛肉配这个 480这个寿司就很完美 它的油墨那个也还行 因为我经常吃油墨的那个寿司 嗯 一般好像有的地方不行 它是那个擦一点那个日本牛皮 对 它有那个青椒撒一点玫瑰盐之类的 直接吃 它这个加素子叶也行 素子叶的味道还挺重 嗯 你这样也能把 黏牙吗甜吗 还行 挺好吃的那样 嗯 这细菌也是素子叶很香 而且给的那个鱼泥还挺多的 嗯 给的鱼泥也挺肥的 吃香鱼泥 等一下 是有塑料感吗 嗯 特别还挺馋的 一下是那种先给人家包死的 不是那种 冻的那种 嗯 好 这是380的辛曼寿司 一整条辛曼 四味噌酱汤 嗯 然后我们那个套餐就结束了 然后每个套餐都有那个重量甜品 然后稍等一下给您上 好 谢谢你 用粉不用分 你吃吧 用粉不分不分 你破坏了 你破坏了 辛曼的整体感 这整个一口也对不进去 嗯 破坏了整个寿司的整体感 切开单点都得五十左右 五六十 喝完酱汤 最后还有甜品 但是我已经忍不住想吃小谷的月饼了 你推荐哪个呢 你是那个玉兔本人的辛饼 好 这个完全是小谷 自己的工作室做的 他们有个烘焙 有个实体店 哇 有麻糬 对 有咸淡黄味 在黄色中间还有个咬破麻糬 所以有个流星 我把流星咬过了 甜度刚刚好 不会很甜 因为它有咸淡黄那个咸味中和的 这皮很润啊 这个皮 因为你回油几天了 哇这个好吃 那应该是这个 我觉得这个你肯定咬不过流星 因为这个流星大了 而这是我最喜欢的一款 这是什么呢 它是流星酥 流星酥 对 而且我们是用的那种 就是台式的开刀方法 它不像咱们那种酥 它特别硬脆 它是那种酥软的那种 不会一咬滑滑 一咬滑 台式的开酥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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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会把心咬过去 果然很流星 很润啊 不是那种干干的酥酥的 是那种很软的 果然好吃 因为这个是处于用黄油开酥 嗯 所以它就是保水性会更强 嗯 你赶紧开个视频哈吧 你就是拍 怎么做这种甜品 教大家怎么做就很好 哇 奶黄味很足 但是它不是甜 偷不甜那种 我这么爱吃甜的 我都觉得 它这种甜度是合适的 有几款 去年四款 今年六款 一二一款 就一样一款 去年的四款 然后再加今年那款新品 但是只是一款就一个 不是两个 对 那怎么跟人分享呢 一款 买两款 买两款 奸商 真的很黄 红豆羊羹 就最后一道了是吗 对最后一道 您觉得亮还可以吗 可以 可以 可以也能吃吧 应该吃完他们的甜品 再吃那个月饼了 不然吃了月饼再吃一个甜品 这个甜品已经 淡然无光 至少是两个人来吃 一个人点二百八 一个人点三百八 可以互相交换菜品 互补一下 在包间有服务费吗 没有 没有 没有服务费 没有币销 好谢谢你 所以中午来这吃真的不错 定个包间还能聊事情 而服务还挺好的 服务需要周到 嗯 好 接下来就是 小谷送给我的生日礼物 巴斯克这两年真的是火呀 你用了什么方子呢 我用的是跟别的还不一样 是一个日本小山进的一款 就是它有一个有改良的一个方 你可以尝尝这些 有一股独特的味道 你看你能尝出来是什么味道 好 好 而且小山进的第一股东西 它一般咱们做奶油 就是知识蛋糕 都是奶油奶酪 淡奶油和酸奶油 嗯 之前会试过 因为我们经典的蓝米芝士 就是美式那种加酸奶油和淡奶油 很好吃 但是我说用这烤来不行 它可能就是它是高温烘焙 它不是那种水就低吧 对 高温烘焙之后你加了酸奶油 它会有渣吧 就是有那种颗粒感 颗粒感 对 后来就调成淡奶油 人家小山进这个 不加淡奶油 加黄油 完全加少量黄油 加牛奶 但是出的甭管味道 还是口感比 加淡奶油的好吃 是吧 所以也很整体 你看它一带过就是 咱中间是那种半熟的 嗯 哇 太滑了 我看这个切面我还以为会有皂感 你吃起来一点道感都没有 对 它不是那种特别重的 嗯 非常滑 哇 所以它粉量也很少 它基本不放粉 然后但是它就是 它这个我们吃了好几个方法 就是哎 它这比淡奶油那个竟然还好吃 就是按理说咱们理解 应该淡奶油那种 它奶味也重 它会口感也会更香滑一点 哎 但人家这个的确放的就很神奇 嗯 它这成本还低 牛奶比淡奶油便宜多 现在不是流行冰博客吗 嗯 下次冰博客 还真是 才会可以吃冰博客 那种可以带着威逼的咸味 说明被你创新一个新的甜品 哇 果然好 刘冰巴斯克 能吃出这里有一种不一样的味道 柠檬 柠檬 加了少量的 柠檬汁它解腻的 加了少量的那个泰国的龙眼蜜 龙眼蜜 对 就是那个东西的确就是不一样 而且今天昨天疫情那个长到 最早时候买的时候大概就是 叫卡瓦昆普 在京东它有起烟店 最早的时候大概就是120左右 一瓶 我回头给你两瓶你试试 我表哥到了我们下面一个乡下 去当第一书记 那个乡下就是产龙眼蜜的 好 我是因为之前我也用过国内 但我不知道 因为我就是淘宝买的 他就跟泰国的有差别什么 就刚开始他做 我们这人就跟他做面包 我们一款蜂蜜肚子 就是用这个 就是他做的也很香 但是你到第二天 复烤 就是这泰国龙眼蜜 它就 它那香味反正 马上就是更多的蜂蜂 不得了 但是我在淘宝买个龙眼蜜 不知道真的假的 因为 就是第二天就没什么味 嗯 香味它就挥发 它有就是龙眼蜜 跟别的蜜不一样 它有那个花香味 再一块哇 太好吃了 你用冰博客试试 应该说不定会更香浓 哇 这个滑度 从没吃过这么丝滑 它还有一点就是 最后得过两面筛 就彻底把它那个 就是有颗的眼球给它过掉 嗯 就是口感比较顺滑 大家想买的就关注啊 古式蛋糕空格有业烘焙 小果的月饼 等它出了最终包装 我给大家做一个开箱 然后四页的中午套餐 真的值得来 嗯 环境很好 服务又很好 餐品很出色 我是对美食充满好奇的 无所谓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 欢迎点赞评论 关注转发 对我的成长非常有帮助 谢谢大家支持